五正五十表演展现台湾在地文化 也代表活动可以顺利进行讨个好彩头 向来有全球高等教育校务指标的 东南亚校务研究年会与国际研讨会 在华夏科技大学与玄奘大学的争取下 今年首度在台湾举办 有来自澳洲 加拿大 越南 日本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等国家一百多位学者 就大学教育校务研究进行研讨交流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台湾的高等教育在整个全球上面是非常知名的 但是不外乎台湾这几年受到了少子女化 为了要跟国际接轨 国际化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们希望透过主办这一次的CL2019年会跟国际研讨会 这样一个精英的学者能够提供不同的建议 给我们国内的相关的所谓的大学 让他们去做参考 开幕典礼中教育部杨育会司长致辞时就指出 校务研究可以作为校务推动的依据 大约五年前各大学就成立了校务研究办公室 甚至串联为台湾校务研究专业协会 今年争取到东南亚校务研究年会到台湾举办 透过学术的交流可以作为台湾未来大学教育发展参考 以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我们高等教育其实也面临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挑战 例如说少子化啦 例如说一些外面的一些技术的快速的升级 这些等等我们需要怎么做因应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年会大家互相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分享不同的做法 那也期待我们的高教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校务研究的资料 然后能够让各大学去发挥它的特色 东南亚校务研究协会理事长Donatia致辞时就指出 东南亚校务研究年会继国际研讨会 今年已经迈入第十九届 就全球所发生的教育问题进行讨论 他就发现学生出国就学的比例增加 各国学校都面对了相同的挑战 因此有必要透过年会进行经验的交流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高教育 sector 是越来越多的国家 对台湾和南亚校务研究 我们观察到学生从南亚校到台湾 活动在台北教育大学举行 除了华夏科技大学与玄奘大学之外 台湾校务研究专业协会 并召集了台湾北中南 其他九所大学共同主办 其中就包含了台北教育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政治大学 实践大学 治理科技大学 龙华科技大学 进一大学 与高雄科技大学 汇集了十一所学校不同的特色 活动中就展现了台湾特有的文化风情 学术研讨 校务高教的这个议题以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文化的一个融合 让这边东南亚来的这些贵宾们 充分了解台湾在地的一些文化历史等等 第十九届CL 2019年会 暨国际研讨会 是首度在台湾举办 也是将中华民国国旗挂到活动标章上 这是学术界的努力成果 也是台湾的骄傲 借此吸取各校校务推动的经验 进行交流 也同时邀请国际友人 分享丰富的台湾文化 感受特有的浓浓人情味 记者张玉科 卢秀娟 台北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